我真的很愛我的大姐姐 然后既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一定还是会好好的 我们家庭内部讨论一下 怎么样做会比较妥当 不要造成东当不安案的困扰 再讨论 卷入西大麻烟案件 一人路西派29号的宣传记者 会变成道歉大会 其实路西派从2018年8月 扬言诈北市府的50万罚款 到这回社会案件的10万保释金 全都是大姐Sandy负担的 对于是否有还姐姐钱 路西派紧低调表示已经处理了 不过她也贪言真的很爱大姐 但为了不要影响她的人生大事 目前还在观望 是否要参加大姐1月29号的婚礼 而对此爸爸吴宗憲则是有不同看法 吴宗憲通露曾在家庭群组中 撂下横话说 1月29号你大姐结婚 如果确定你不去 我才要约我的朋友 你确定要去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 因为我是人不是狗 无法接受这么多人 用异样眼观看我 对此她也表示 路西派出事后 她的妈妈相当伤心 刀子嘴豆腐心的吴宗憲 救援过程中似乎有些歪楼 今年60岁的吴宗憲谈言要重启做人计划 直说还要再审两个 并说她是时代的标杆 不一定要有婚姻 不过一定要再有小孩 而她也透露说 对方不是混血是MIT 而女儿Sandy只要求要比她晚生小孩 吴宗憲就子出其招也被批转移交点 TVBS新闻 皇冠宇周佩宇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